曾是张国荣最爱的女人,58岁晒进照小现任丈夫14岁,至今仍风韵犹存。 被称为传奇巨星的张国荣辉煌一生,但是唯一被他公开求过婚的女星却只有毛顺君,当年才20岁出头的他们便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,之后两人还一起出演了电影《加油喜事》,曾经他们被称为荧幕中的一段佳话,只是最终却没能走到一起。 年轻时的毛顺君美的青春动人,虽然现在他已不再年轻,但58岁的他仍然风韵犹存,近日毛顺君在微博中晒出自己的金照,尽管接受了岁月的洗礼,但看上去仍旧保养得很好,一点也不像一个即将年进花甲之年的老人。 毛顺君仍然像当年那样精气神十足,笑起来的样子还是那样迷人,就像回到了26年前时的容颜,那时候他还是《加油喜事》中的梁无双,知识如今却金飞昔比。 虽然毛顺君已经58岁,但比起彭林人他却依旧美貌如花,他身上迷人的气质也真是没谁了,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在大荧幕中的他甚是让人想念。 如今的毛顺君虽然没有了当年的容颜,但却越活越有风韵,女人又时也依旧是一朵花马,毛顺君还是当年的女神,但时光却再也回不去了。 毛顺君是张国荣一生中最爱的女人,当年看她们铜框的照片简直太有夫妻像,如果曾经毛顺君接受她的求婚,也许张国荣的一生就全然不同了。 希望毛顺君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,也期待还能够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作品,祝愿你容颜永驻哦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